真想要好要这种好运气你还得守规矩啊 这么下面给大家看一段结婚录像 这个结婚录像稀罕了 最吸引眼球的不是新郎和新娘 而是一个老大爷当着摄像机被撞飞了 当时由于道路狭窄只够两辆车子并排通行 一排婚车正在缓慢行驶 这时一名老人出现在路边上 紧接着一辆黑色的轿车从老人左边冲了过来 直接向老人撞倒 轿车在撞飞老人后才停下来 让我们再通过慢动作来看一下 当时这辆婚车为了避让画面左边的一辆三轮车 向画面的右边拐了一下 同时一位老人正准备过马路 紧接着这辆黑色轿车直接冲了过来 将老人撞飞老人受了重伤 大家分析事故发生时 可能是车主将油门当成刹车 才导致事故发生 这么窄的路 实在不应该开那么快 实在应该当心